好這邊有問題一 就是在裡面增加一個問題的資料庫按一個確定 OK 所以第一個的話請各位 先按一下這個按鈕然後找到你要放哪裡然後我是放在桌面上的我們解壓說出來的這個範例 那名稱的話就是問題1.ACCDB 再一個建立 做完之後的話按一個建立建立之後的話我們就產生一個 空白的資料庫了OK 那這個SS他是先存檔 再放資料所以你 已經存檔了現在先存檔了他已經產生一個檔案在我們的更目的底下 所以這個時候呢如果你到哪裡呢你到我們的桌面上面的這個目錄裡面去找找看應該會看到有一個問題 的一個 這個檔案已經幫我建立起來了 然後這個這個這個就問題嘛 接下來我要怎麼樣產生 公公公公這個資料表 名稱叫問題 那最快的方法 最原始的方法是那你就就是建立了這邊有個什麼設計檢視 你可以建立一個新的 資料表 不過我不建議你可以用什麼的外部資料 用什麼方式呢 從外部好裡面會錄一個什麼 就可以自動幫我產生了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 點一個外部資料然後以 去找到什麼找到那個我們桌面上面那個範例 叫做問題 這個 按 開啟 下一步 會按確定就可以 再來的話 因為我們第一列是欄名 所以按下一步就可以 他自己抓到欄位的名稱 第二步的話呢 他會自己問你說 你這些資料的格式 對不對 基本上 如果沒有太大問題的話 我們又預設的好了 不然裡面基本上 還是會有一些 問題的 像 不過特別注意就是因為編號有000開頭所以一定要用文字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改為比如說長整數的話 那將來這些000就不見 特別注意這個是文字 OK 按下一步 然後要不要主索引 先不要主索引 下一步 那 匯入的資料表我們叫 也是要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請各位 不要叫原始資料 叫問題 所以這裡的話呢 把問題 打上去 OK 這個時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資料庫裡面這邊關閉就可以 就會產生一個問題的資料表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這個資料基本上就會有2499筆資料 2499筆 怎麼會這麼多 這個後面都是空的 所以 好像有一些是空白的資料 那可以把它刪掉 如果說有空白資料 比如說像這邊 可能我剛剛匯入有問題 那你可以把它刪掉 那基本上呢 我們匯入之後的話 就是6個欄位的資料 我再把它刪掉 可以等一下 那上面的話就會有這些 包含編號 品名 單價 數量 數量跟小季 還有地區 大概就自己欄位 OK 第1步就完成了 那等一下第2步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 寫入資料進來 那怎麼樣寫入資料進來 我想等一下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了 謝謝 發動 Magyai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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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